如今屈灵君未能与太子重续前缘 不惜毒杀亲夫 从而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庭卫府奉命代步屈氏 怎知太子竟出面求情 太子妃得之后怒不可遏 直言屈灵君不知羞耻勾引太子 就连夫家军姑都大骂屈灵君是毒妇 笃定他与太子私通乃是杀人真凶 也正因如此 皇家声誉乃至颜面遭羞 文帝雷霆震怒 赤骂太子身为储君 品行当为天下人之典范 而他居然因为儿女私情 差点毁掉自己的名声 文帝委派林步怡调查这件案子 务必要给天下以及东宫一个真相 林步怡从蛛丝马迹里发现 竟与程绍商有关 程绍商在查案之时遇到袁慎 难免是有些不爽 两人当场斗嘴一番 袁慎为保护程绍商决定陪在身边 虽然是出自好意 奈何嘴巴太讨厌 林绍商并不领情 而且在程绍商看来 自己本就不是出嫁从夫女娘 想必袁慎肯定眼红灵不宜 能够娶到自己这么优秀之人 但还是劝诫他应该将眼光放低 袁夫人察觉出儿子喜欢程绍商 便想着他若当真忠义完全可以去承接下聘 然而袁慎知道程绍商与林步一定了亲 自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所谓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就算是得不到程绍商 他以后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